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得到到上人生才理想 被剪掉完身站在对的风向 让我一个特别的惊讶 哭完笑完还是要卸妆 谁不会那么没有这样的愿望 要多少头写名字才显得长 不管千万握着哪个墙 早上起床还是要刷牙 L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娃娃魏如萱 我在金曲奖上就只有清唱一句 我想都是清唱那我就清唱诊断好了 我现在还是可以再唱一次啊 那时候拿到了金曲奖 最佳女歌手奖这件事情就是 在我心里一直是我的愿望 然后我一直在想 那我得到这个大奖的之后 拿奖前跟拿奖后的心境上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上 对于大赏第一名这件事情 就是一直在我心里面 我一直觉得 难道真的拿到第一名才是最厉害的吗 虽然第一名真的很棒 但是我觉得第二名第三名 我觉得也很厉害 然后我觉得have a nice day 这句话就是很 很忠信啊 它可以是一句祝福 或是你不想说再见的时候 你可以说have a nice day 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 其实找了很多我自己喜欢的人合作 像这次有跟韩国的歇语真儿 然后还有跟求德 然后还有跟影子计划 其实三个都是风格截然不同的歌 那我自己很喜欢在新专辑里面 上市一些不同的曲风 像这次如果就是像我的菜字首歌一样 我觉得我在声音上面的表现跟以往的唱法是不太一样的 对那有很多的作品都是比较亲情的 像奶奶啊 然后还有变形金刚啊 对就是我当了妈妈 然后生了小孩之后 然后在亲情上面有更多一层的感觉 所以我才写了这首歌 我觉得这张专辑很耐听 不只是好听 我自己觉得我的实体专辑也是非常的值得收藏 因为非常的精致跟精美 好的你看我刚刚做了我的新专辑 然后马上他们就拿给我了 你看那里面呢也是像火焰一样 对你可以把比如说你之前看演唱会 看演唱会的票啊 或是我有帮你签过名的啊 什么东西 就是都可以放在这里面 我觉得里面的照片很多 你只要心情不好就是太专注在那个心情不好 所以你可以听我的专辑 然后就这样翻翻 喝一杯茶 很快就可以让你的day变得很nice哦 还没有买的可以赶快去买 现在都还买得到哦 很不错的专辑哦 哦哦 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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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